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要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的话呢,是想要和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围巾的勾织。 然后我们这样的一个围巾的话呢,是用这种像拉索一样的针脚。 整个的话呢,也是非常的舒适。 可以在上面呢,是去给它做各种各样的非常好看的一个造型。 那我们现在可以再来看一下,这里呢,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围巾啦。 整个的话呢,是200克。 我们可以先从这边开始。 是来自于我们的RICO Design。 颜色呢,也是特别的漂亮。 我觉得它的颜色的话呢,搭配起来也是特别的好看。 我们整个的话呢,是从里面拉线。 我们整个的话是从里面拉线。 我们整个的话是从里面拉线。 我们就从这边开始 我们这里呢是直接的就把它的第一个针脚式穿进去 然后这边呢是再给它穿过来 然后再拉线 整个看起来呢就是像这个样子 我们再给它做一遍 最开始的时候呢是不要给它拉各种各样的这种线 我们从这边开始 现在呢我们就是三个就已经是做好了 把它转过来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里面有一个这样像小贝壳针一样的形状 现在呢我们就是在这里面 在这个方向 把它再拉回去 现在呢我们是到了它的中间 现在这里呢是快要做好了 这样的话呢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小骨包 这里呢再是三个是勾置它的一个高度 这里呢再是三个是勾置它的一个高度 然后再把针重新穿回去的地方 这里呢是它的第三个 然后再把针重新穿回去的地方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颜色的话呢也有一些的变换 变换起来呢也是特别的好看 那我们这边呢也是要做好了 每一个它的这一排呢做好了之后 都会再多加两针进来 我们再跟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接下来继续勾置的一个结果 整个的话呢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直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下面的是它的一个围巾的一个尖角 然后它整个的话呢它的这个拐角都是非常的好看的 然后觉得它这样的一个花纹的话呢和我们的贝壳针是有一些许的不同 它有点像我们的一个大一点的螺纹 然后呢但是它又有点稍微带有这种贝壳针的一个形状 所以是非常的不错 这个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毛线 我们可以再继续的把它再勾置一下 我们现在是想要把它的线呢是稍微做短一些 可以看到它的颜色的话呢也是非常的好看 绝的话呢是特别的适合于我们的冬天 然后尤其是在冬天的这种季节的话呢 有一个这样三角形的围巾也是特别的好用 然后无论是披在身上或者还是是说去当成围巾来用 都是非常的方便 希望你能够喜欢啦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